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 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这节课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4讲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 我们的一个当前得分的这样一个面板和G17面板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 已经完成的一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是怎么什么一个状况 好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这个页面打开之后游戏开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使用时间 还有我们这个当前得分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两块空白的 是两块区域 那这个区域的话 要 填充真正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主要做这个事情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边 那这个呢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我们看里面的一些小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1个呢是bug修复 那这个bug修复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因为我下来我也在玩这样一个这个游戏 就说这个游戏的话我也在玩 然后在玩的过程中的话 我遇到了一些bug 就说我发现一些bug 那这些bug是什么情况呢 第1个呢就是说游戏结束的一个判断 他不不正确 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块有时候 才累积到中间 然后这个游戏就给我说结束了 那这个呢是不正确的 然后第2个呢就是说 当我把 4行一起消除的时候 他实际上消除的只有两行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 他的这个行消除的话 有遗漏 那这两个呢是我发现的一个bug 那待会呢我们给大家 看一下代码里面到底是哪些地方有问题 然后呢把它修复 好那这个呢是这一刻的第1个内容 第2个呢就是说 我们要 在HTML里面来 设定Canvas对象 Canvas元素 只有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 来控制他的一个动态 展示 第3个呢是 使用Canvas来绘制文字 我们看一下 这边这个时间和这个当前得分 实际上他都是文字 所以呢 我们需要通过Canvas来 绘制这样一些文字 好这个呢是 共通的一个东西 接着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得分面板里面 有一个分数累积的一个一个算法 一个简单实现 然后在计时器面板的话 有时间累积的一个实现 另外的话还有时间格式的一个处理 看一下 时间格式的话应该是这个造型的 但实际上我们直接转换出来的话 可能和这个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们还要单独写一个 时间的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函数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计时器里面 计时器他也有暂停 恢复 恢复和这个停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 按钮点了暂停 点了暂停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间 也就不应该再继续 继续走下去 而是应该停下来 所以呢就需要这块的一个功能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一刻要完成的内容 我们还是 在代码里面一个一个来 展示 另外 这个demo的话 我为了让他 没有这个声音的一个干扰的话 我会首先把这个 音乐 给他 阻止掉 就说我们这个是 不去play的 这是这一个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 我们发现了一个bug 大家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 其实上呢 是在这个位置 第一个 当我们在tick的时候 我们会去判断 他这个游戏 有没有结束 然后在tick里面到底是哪个方法 在判断呢 是这个a的shape这个方法 所以呢我们查一下 找到他 好这里 在这里 我们看 在这个103行我们这边写成了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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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有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报脚本错误呢 因为这个border y 其实这个是有可能会报脚本错误 只是说我们没有遇到 那这里呢 其实应该是border x 那这个呢 是第1个bug 就能够 修复我们的这个 这个游戏结束 计算错误的这样一个bug 那这个是第1处 第2个呢 是由于我们在 cleer 这个forrows 这个forrows的时候 什么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 在这边循环式y- 那这个时候当我们 当我们把这一 把一行给扔掉的时候 那他前面的这个下标 会 挤下来 都会同时加一个1 那这种的话就导致我们 刚刚刚好落下的那一行 我们没有判断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需要通过i++ 把它 恢复一下 好那这个呢是两个bug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2点 第2点 第2点是什么呢 第2点是设定我们的这个converse 那这个是在哪去设置呢 其实要设定converse 实际上呢 是我们这个index 页面去找到我们 所要 放置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第1个是时间 那这个时间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来定一个converse 然后呢给定一个id 叫什么呢 叫什么呢 我们给他叫timers 好那这个是 时间 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当前得分 那同样的 哦这个先错了 converse 那当前得分的话我们用score 这个 名字 名字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设定好了我们 想要的一个converse 那么我们来看 第3个 converse 要绘制文字 我们想象 想象一下 当我们要在converse里面去绘制文字 文字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封装的一个converse对象 实际上是在这边 那这个里边的话如果想要去 编写文字 我们肯定要提供一个新的 一个 方法 就比如说叫 绘制文本 好 我们这个地方来绘制 那绘制文本 那第怎么样 怎么才能绘制呢 首先我们需要 肯定是需要clel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把整个画布 给他清理掉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才能够来 进行一个绘制 绘制 在绘制之前 我们肯定要设定一些 画笔呀之类的 这里选一个 系统有的一个字体 然后呢 给他设定一个什么呢 给他设定一个颜色 好 我们随便选一个颜色 然后呢 再给他干什么事情呢 给他设定一个 text align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展示效果的话 要居中 可能看起来更好一些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 这样去做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一个 绘制了 这个绘制的话 就是用 failtext 这样一个方法 第1个参数 是text 第2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他的一个 x坐标 和他的一个 y坐标 这个x坐标 怎么来算呢 我们以中心点 来做他的一个 x坐标 所以呢 直接除2 然后这个 y坐标的话 怎么来计算呢 我们的 这个地方 其实要根据这个 实际的一个高度来算 我们的这个高度是多少呢 是70 我们的字体的话 其实是25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选择 445 通过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 绘制他的一个 位置了 当然 如果我们还想要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设定一些位置 那这怎么做呢 我们这还可以给 定的 给定 xy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如果有x 那我们就 直接用 否则的话 就用后面这个 当然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x为0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 他会使用后面这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子呢 如果是untify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用 这个 否则的话 就用我们的x 那同理 那同理 y这边也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 做text 方法就已经 实现了 那看一下 我们这个 绘制文字的这样一个 方法就有了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的话是我们这个得分面板的一个实现 那这个得分我们来怎么来计算呢 得分的话我这边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他清除一行 那么得分为100 如果他 一次性 连续清除两行 那么他的得分就应该 翻个倍 翻倍 就是 200乘2 等于400分 然后如果是三行的话 就是300乘 3 等于900分 第4行同样的 最高也就是4行 1600分 所以呢 这个的就是他的一个 得分的一个 算法 那这个地方我们到底应该在哪来进行一个计算呢 好 这里的话 要计算 我们是要在哪计算呢 board里面 我们在 要计算他的一个得分 肯定是在这个清理的时候来计算他的得分 那要计算得分的话 我们肯定要定义他到底 清理了多少行 所以他的这个行数肯定要定出来 当然 这边的话 就要给他的一个行 加一个1 再加 好 当他有 当他清理了一行之后 这个lens 就会加一个 那最后的话 这里就可以 计算出得分了 计算出得分 好 这个地方我就 score 得分是等于怎么来算的呢 是lens 乘以 100 乘以 那 好 这里给一个解释 什么解释呢 清除的 行数 乘以 单行 得分 乘以 倍数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算法得出来之后 我们要在这个页面上显示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控制我们这个convers来做处理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来做呢 再新建一个timers 这样一个对象 他主要首先什么东西 哦 不对啊 不是timers 搞错了 应该是score 好 我们来新建一个score 这样一个对象 那他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很明显 很明显 然后的话 他 肯定是有这个圆形的 我们需要给他指定一个 圆形 按照我们常规的一个思路是每一个方法都会有一个enit 那这边我们想一下他会有哪些属性呢 那第1个最重要的一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convers 要通过看 我们的这个convers对象给他流出来 第1个呢是我们的一个id 当然 宽度和他的高度 这个是我这个呢我们就直接写死了 因为是我们固定的这样一个值 还有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说 他的这样一个得分 到底是多少 那默认的话应该就是 默认就应该变成 0 那这个样子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 enit 这个enit里面到底做什么 我们再来看 好 有了得分之后 我们要把它渲染到我们的convers 很上 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叫 Render这样一个方法 好这个Render方法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那Render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控制我们的这个 context 然后来 绘制我们的这个得分 那很明显我们这个enit 就是为了来 绘制这个 得分的 那除此之外 那我们这个分数怎么来变化呢 就需要通过一个a的score 这样一个方法 来进行一个处理 当然 我们这里方可能会提供一个值 那这边的话就是如果这个score就要 加 加等于我们的这个value 注意了 加了分数之后我们要让他渲染一次 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看得到 所以这边有渲染这个方法也是需要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score就完成了 要用的话应该怎么来用呢 第一个我们是需要让他把他引入进来 这个我们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他依赖了convers 所以说让我们要把他放在convers的一个 后面 好 引入了之后 我们 整个的一个游戏对象 肯定要包含这样一个score 所以呢 在这里 有一个score 叫 newscore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的就算是完成了 我们来刷新试一下 看一下有问题 因为他直接卡住了 我们看一下什么原因呢 score也没有定义 我们看一下哪有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把他挂载到我们的这个window上 所以呢他就找不到这样一个对象 他就报错了 看一下 我们这个0是不是就有了 我们简单的玩一下这个游戏让他销一行 这个比较快 不是那么好控制 我们来简单玩一下 好 我们来简单玩一下 好能销一行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得分没有加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这个A的score 其实没有任何地方在调用 所以他就没有加 那这边 计算出得分之后 我们也就需要来调用一次 怎么来调呢 我们可以拿到gameinstance 然后呢 他这个里面有个score 然后可以有一个叫 A的score 这样一个方法 把这个我们 计算得出的score 这个得分 给他加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 实现调用了 再来 我们以最快的一个速度 让他铺满一行 看一下 我们这个得分 就已经有了100分 好 说明我们这个得分 是有效的 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 那这个得分 我们已经实现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计时器 这样一个面板的一个实现 那既然是计时器的话 首先我们第一个 肯定要实现这个 时间的一个累积 那时间累积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为了要控制到 要让他在我们这个 UI上 展示 我们同样 也新建一个 Timer 这样一个对象 好 然后再来补全我们的一个格式 先把我们这个 这个enit方法 请加上 当然我们这个timer最终会enit就放到这来 那同样的 我们还有我们要把这个canvas给实力化出来 timer当然它的高度 它的宽度和高度都是固定的 那除了之外的话我们这个timer还有一个什么 数据呢 既然它是要计时的所以说我们肯定还有一个 好time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好秒数 当然 既然它会增加所以呢我们也会有 timer id 这样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来存储我们的这样一个 嗯 它的一个 时间的这个interware 这样一个东西 同样类似于它的类似于我们刚刚的那个 得分面板 它也会 它也应该会有一个 render 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是做什么东西的呢 主要是把我们这个canvas 绘制到我们的 位置上去 那这个地方应该用time 那我们这个enit 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很明显这个render肯定是要要的 另外我们需要把整个对象 挂到我们的外部去 好 这样子我们先把它 用起来我们再来去 接着改进 timer.js timer.js已经引入进来了 同样的话我们要使用 我们肯定要在这个 testrace里面去 把它构建出来 把它实力化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timer 它是等于 new的一个timer OK 那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否是有效果的 注意看这个地方 它没有 渲染出任何时间 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 是哪个地方 有什么问题 首先这个time 等于0然后做text convers 也没错 render 看起来都没有错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有没有 有遇到脚本错误呢 没有 我们再来确定这个 元素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convers的话 它的id是timer 我们看这边是不是timer 是 再看这边 我们看起来其实并没有看到哪有什么问题 再来确认一下 刚刚好像没有保存 我们 再次保存之后 刷一次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使用时间 就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呢是 简单的把它渲染了出来 那还剩下两个问题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把它放到 下节课里面去 继续 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 看这下节课 下一节课